圣神要降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一将充满祂的德能 并将为我作证 直到地级阿雷路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经 我向全能力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思厌行为上帝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子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领天主 愿全能力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上主 求你赏赐我们圣神的得能 使我们记得信德的指引 实时体会出你的圣意 并能终成的尽力尊行 以上所求是刚以彼此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几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主宗族大师 阿波罗在克林多的时候 保罗走遍了高远的一带 来到厄福所 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 领了圣神没有 他们说 连圣神我们都没有听过 保罗说 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喜呢 他们说是若翰的喜 保罗说 若翰受的是悔改的喜 他告诉民众 要信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 就是耶稣 他们听了 就因主耶稣之名领了喜 保罗与他们付首 圣神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讲各种语言 也说先知话 他们一共约有十二人 保罗进了会堂 放在宣角 一连三个月 辩论天主国的事 来劝化人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普世万方请歌颂上主 愿天主兴起 把他的抽敌驱散 仇恨他的人包头鼠窜 恶人在天人面前灭亡 就像烂被火融化一样 普世万方请歌颂上主 一人却欢心踊跃 在天主面前 手舞足蹈 请向上主观唱 歌颂他的圣灵 普世万方请歌颂上主 住在圣所内的天主 是孤儿的慈父 寡妇的宝库 天主是孤苦的人 有房屋可住 他释放囚犯 使他们重获幸福 普世万方请歌颂上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你们既然和基督 一起复活了 就该追求天上的事 在那里有基督 坐在天主的右边 阿雷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主生若报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 门主们对耶稣说 你看 现在你明白你说 不用什么比喻了 现在我知道 你无所不知 不需要有人问你 因此 我们相信 你是从天出来的 耶稣说 现在你的心呢 看啊 事后要来到 而且已经来到 你们要被驱散 个人回自己的地方去 贴下我独自一个人 其实我并不是独自一个人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我给你们讲了 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 使用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 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 然而你们放心 我已经战胜了世界 基督的福音 基督过晚 再远引 今天的读经 我们读到的是 宗徒大师录第十九章 那么就是开启了 生保禄宗徒的第三次传教行程 那么这一次传教行程 仍然是从安提约基亚出发 然后他往上走 然后来到了厄福索 厄福索就是在现在托尔奇的西部 挨着爱琴海 他的海的对面 就是欧洲的地盘 就是希腊的雅典 那么首先 圣保禄宗徒开始第三次的传教行程 这一次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他也在厄福索 逗留了不短的时间 首先我们知道 第一个建立教会的是在耶鲁撒冷 耶鲁撒冷的教会都是犹太人 他们是一个彼此相亲相爱的教会 他们把所有的都给供用 所以这是一个内在彼此相亲相爱的教会 后来之后 耶鲁撒冷的教会受迫害的时候 门徒们就四散 除了宗徒以外 其他的人就逃到各地去 这个时候 他们在安提约基亚建立了教会 这些都是由外邦人所建立的 就是非犹太人 也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 在安提约基亚建立的教会 我们知道安提约基亚教会 是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 圣保的宗徒就是从这里被派出去 三次的行程来过去传扬福音的 而且圣保的宗徒每一次的传扬福音都是从安提约基亚出发的 那么他到了厄福所 就是在现在的 土耳其的西部 埃里安海 对面就是亚里安 在当时属于罗马帝国的 亚西亚省的首属 那么在这个城市当中啊 敬拜的是一个女神 那么这个城市非常的败坏 但是呢 它又非常的重要 它是亚洲啊 当时称为亚洲的第一大都市 它是经济枢牛 那么他们拜一个什么女神呢 叫做阿尔特米的女神 阿尔特米的话呢 是在整个厄福所呢 是一个月亮女神 他们称为月神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几乎整个城市的人 都在把这个神当作他们的主 因为我们知道啊 希腊当时啊 他们因为虽然是罗马帝国 但是他们受希腊的话的影响 很多的偶像 那么厄福所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拜一个叫月神的 叫 阿尔特米的女神 阿尔特米的女神 那么保禄宗图在这里之后呢 因为阿波罗已经有宣讲 阿波罗在哥林顿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保禄啊 开始来到了厄福所这个地方 那么在厄福所呢 这些人他们听说过道理 他们听说过的道理 应该是阿波罗的道理 因为阿波罗以前的时候呢 是只知道若寒的心 不知道耶稣的心 所以他们这个 厄福所地方的人 保禄宗图问他们说 你们受希了没有 他们说受希了啊 他们受的是若寒的心 所以进行的实习 那么若寒的心理是悔改的心理 这个时候 圣报的宗主在阿尔特米的 首先的话呢 进行一个实习 我们知道 洗礼啊 不单单是在头上 咔一条水 就完事了 我们知道这个洗礼啊 真正教会的最传统的洗礼就是 我们要用大钢水 然后呢 这个人全会要筋下去 然后再出来 这个洗礼 我们看耶稣在越南河里洗礼 也是这样啊 要给扎母子 要扎到水里面去 然后再上来 那么一张水 全部淹过这个人 这个洗的话 什么意思啊 表示我们与基督同死 所以洗礼的话 进到水里面 就是我们死了 然后从水里再上来 表示我们与基督一起有复活了 所以博物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们生活洗归于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啊 所以我们受洗啊 不是一个入教门的一个仪式 不是进入教会加入天主教的一个入门里 而是我们已经死了 救的我死了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天主教的教友们 所有我们受洗的人 我们都是已经死了 然后呢 又复活了 现在教会虽然允许我们 那么仍然 意思是一样的 意义是一样的 代表的效果是一样的 都是我们要死于自己 死于自我 死于罪恶 而在耶稣基督内 活于天主内 所以的话 我们每一个受洗的人 我们知道他的意义 我们就是把自己死了 又复活了 所以保禄宗主在厄弗所呢 首先施洗 同时呢 圣保禄宗主又 因耶稣的名医治病人 赶出魔鬼 这是保禄宗主在厄弗所所行的啊 天主接保禄的手 行了一些非常的歧视 甚至有人拿去他身上的手帕 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 疾病便离开他们 哇 太厉害了 这些人都有信德 他们受洗之后大有信德 把保禄用骨的手巾呢 围裙呢 拿去放在病人身上 病人就都痊愈 这些并不是说有保禄的手巾 保禄的围裙有什么魔咒 有什么能力 而是引着他们的信德 耶稣基督的能力 被大显光 同时在这里呢 圣保禄有驱逐魔鬼 那么保禄驱逐魔鬼的时候 魔鬼就跑了 就走了 这个时候啊 有几个周游的犹太驱魔者 又是犹太人啊 擅自向忽悠恶魔的人 呼好主耶稣的名说 我引保禄所宣讲的耶稣命你们出去 这些犹太人啊 他们还不信耶稣 但是他们听过看到了保禄宗主 引着耶稣基督之名 而且宣讲耶稣基督 而且能赶出魔鬼 所以他们也想用这一招 这些犹太人的话呢 我们引着圣保禄宗主所宣讲的耶稣之名 命你们出去 有一个有在斯底的名叫斯干瓦 他有七个儿子在做这样的事情 这时候魔鬼为他说 耶稣我认识 魔鬼的话是认识耶稣的 宝度我也熟悉 可是你们是谁呀 于是 那个生出恶魔的人便扣到他们身上 而制服了他们 圣滚了他们 依着他们 持着身子带着伤 从那魔鬼逃走了 魔鬼认识耶稣 他说我认识耶稣 而且 我也知道 而且他对保禄还熟悉 这个魔鬼说 对保禄还熟悉 因为多次改了魔鬼 多次改了魔鬼 所以他们对保禄也很熟悉 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上 耶稣传教的时候 一些魔鬼最先认识他了 说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天主之子 我给你有何等相干呢 你竟然会害我们吗 所以魔鬼啊 他是看到耶稣基督之后 他就知道耶稣是天主之子 他也熟悉保禄 因为保禄多次改他们出去 所以他也熟悉保禄 所以这个时候 保禄总统赶出魔鬼 这些不信仰耶稣基督的人 也赶鬼的时候 魔鬼法浮在他们身上 同时在这里 保禄总统说 在你的中间 不可容许人 使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经过火 也不可容许人 占卜算卦 星瑶术或魔术 或念证 问鬼 算命 或求问死者 因为犯做这些事的人 都是尚夺证悟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的 有些人拿来算卦 算算我们的命是怎么样子的 教会是不允许的 有些人的话呢 是拜佛 拜偶像也是不允许的 现在流血 看星座 看看我们的星座是什么样子的 人要找对象来看看 星座合不合 这些都是迷信 我们教会啊 不信这一套 这些都属于迷信的 那么其中这个时候的话呢 因为很多人 当时啊 军队有十二个人 他们这个时候 十二个人接受了保禄的洗礼 然后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 德摩特留的寅教 这个人呢 是制造阿尔特米的寅刊的 阿尔特米我们知道是那个月神 这些女神 他们靠着这些发财的 他们造了一个大的 这样的偶像 女神 然后呢 也造了一个小的 这样的小的女神 小的那个叫做阿尔特米 所以的话到处来卖 他们一看很多人的话都信了 保禄所宣讲的耶稣 于是那些人就把那些迷信的书啊 白偶像的书都给烧了 所以他们呢 就开始琐事这些群众 起来反抗保禄他们 他们开始做生意啊 因为保禄宣讲的耶稣来了 他们就没办法做偶像的生意了 没有办法去做这些卖不出去偶像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造反了 那么这个时候 保禄宣徒啊 引着他的大人的宣讲 引着他宣传福音 改变了恶夫所这个地方 这个恶夫所蒙受了天主的祝福 所以恶夫所的话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圣保禄宣徒后来写信给恶夫所人书 我们也知道 恶夫所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后来一名大宗徒来到这里 住了很久 就是圣洛王宗徒 写若王福音的 写若王一二三书的 写若王摩生路的 那个若王头童 带着圣母玛利亚 一起在恶夫所住了很久 所以教会呢 同时又在恶夫所召开了一个大宫会议 在431年的时候 公元后431年6月12日 恶夫所召开的大宫会议声明 任何人不承认基督是真天主 并且也因此不承认 同志玛利亚神天主之母的又受绝法 同时恶夫所大宫会议又断言 圣母应该合法地称为天主之母 这个信条也是在恶夫所所决定的 所以恶夫所的话 这个地方 引着圣保禄宗徒在这里传教 成了教会的一个大的根据 而且在这里召开了这样的大宫会议 所以恶夫所在当时来讲 成为圣保禄宗徒传教的一个重要的据点 重要的城市 那么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书当中说 人若不信他也只能顾好他呢 从没听到他也只能信他呢 没有宣讲的也只能听到呢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效法圣保禄宗徒 成为一个宣讲者 当我们宣讲的时候 才有人才能够听到他 当有人听到他的时候 他指的是耶稣 才有人信他 所以这是一个推理啊 保禄宗徒说的一个推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宣讲者 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受了喜 得到了福音 得到了福分就足够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一个 传福音的勇士 传扬福音的工具 每一个人都要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 去传扬福音 根据教授 美国做了一个研究 所以2000年到2016年十年之间 美国的穆斯林增加了65% 摩文教增加了45% 基督教增加了1.5% 天主要富增加了5% 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 现在是富增加 富增加什么意思啊 就是下降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去传扬福音 因为这么多的灵魂 需要我们去拯救 这么多的人灵 需要我们去努力 去把他们拉到天主身边来 所以宝洛多也说 传扬福音的脚步 是多么满力啊 所以我们传扬福音 不是一种羞耻 不是一种侮辱 而是多么美丽的脚步啊 所以宝洛多说 我绝不以福音为止 而他感叹地说 传扬福音的脚步 是多么美丽的脚步 所以我们要 以我们的行动去传扬福音 用我们的口去宣讲福音 用我们的言语行动 去改化人去传扬福音 用我们的财富 经济 去帮助传扬福音 用我们的特长 无论是唱歌的特长 还是各种的技巧 去传扬福音 当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听到 他们听到之后 才能够去信仰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通过 圣扬的宗徒 在奥夫所的传教的见证 让我们的一个人的笑话 圣扬的宗徒 都成为一个传扬福音者 阿们 善主 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 老婆的果实 每每每每呈现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葡萄酒成献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 往全能力天主圣父 收纳我们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往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你光荣祂的圣灵 也为我们和祂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 但愿基督纯洁五点的牺牲 敬发我们 并赋予我们天上恩主的动力 善助信仰的生活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千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祝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一主基督 我们实施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因为基督复活以后 曾显现给他的全体门徒 在他们面前上上天庭 好说我们分享他的天主信 因此 普世万民洋溢着 福佛的喜乐 勇悦欢腾 同时天上的天使 的所有圣人 也同声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如消 奉上主你而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如消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灵 你是一切圣子的根源 因此我们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的一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血 他甘愿舍生圣诞时 拿起面饼感谢了恩开 教明哈利文童说 你们大家 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一血 心而永久地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周然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敬念我 信得的奥基 集中我们传报你的圣词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敬念基督的圣词 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既吻之悲 感谢你使我们 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 圣学 并因圣神和耳为 上主 求你吹念古世纪教会 使你的子民 携同我们的教宗方菲格 我们的主教 多么以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去完善 求你吹念 回了父母的希望 来显得兄弟姊妹 并求你吹念 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纪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荣地圣人 求你吹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以铁竹之母 徒人荣福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 出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人互相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圣子耶 祖基督 赞美你 谢了你 全能力天主圣父 一切中心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 都会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请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一名受显扬 愿一国来临 愿一直以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炫意诱惑 但救我们你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慈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 突免罪恶 并在一切扣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全能期待 永生的幸福 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五世权威 一切荣耀 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族们说 我将平安 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 我们的罪过 但给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静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王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 互助平安 除免失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垂点我们 除免失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垂点我们 除免失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阳 请看除免失罪者 蒙昭来复复圣宴的人 是永福的 主我等不起 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是永福的天主高阳 上主就赐我们一颗 纯洁的心 与我们所拟出的神养 使这再生的一名词 成为永生的娘娘 请大家祈祷 宽热临上主 你在此圣事中 赐给了我们天上的十两 求你辅助我们 使我们借自奥地 获得充分的力量 能隔出救喜 善助新生 以上所求 是高阳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圣神 叫佛你们 阿们 弥撒礼城 感谢天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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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